Hello,大家好,我是Zoe 今天你周六演了吗? 上一周呢,我们大家一起打卡了 臀部激活的运动 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 我们年底瘦腿挑战的第二期 瘦大腿运动 今天的运动主要是瘦我们大腿的外侧 更加针对改善甲胯宽跟臀部凹陷的问题 这个运动呢,也非常的简单 但是非常的有效 因为考虑到现在天气变冷了 大家也变懒了 所以才给大家设计这样一个年底瘦腿挑战 为什么懒得要做瘦腿挑战? 因为瘦腿挑战可以躺着做呀 那为什么不做补运动挑战? 补运动太难了吧,谁做得了啊,对吧 在开始前还有一个小tips给大家 就是冬季运动 刚开始大家可以穿一件这种比较轻便的卫衣 保暖 你先热身,让身体热起来 然后再去脱掉 这样可以预防运动受伤 好吧,那我们现在马上开始 好,首先我们舒舒服服的侧躺在垫子上 你可以把头枕在手臂上 也可以像我这样撑住 向上抬起上面的腿 可以慢一些 感受大腿外侧收紧发力 如果你想要加大强度 可以在大腿上用一根阻力带 好,现在向前驱腿 脚跟身体在一条直线上 所以膝盖在前面 双脚不分离 向上打开膝盖 同样也是可以用阻力带来加大强度 可以先不用阻力带去感受一下这个运动的强度 如果坐下来觉得太简单了 再去加一根阻力带 OK,现在反过来做另一边的腿 伸直抬起 你可以像我这样绷直脚背 更多的去感受腿的发力 每个动作都做到位 不要偷懒哦 而且我们都已经躺着了 也没法更偷懒了吧 主力带对我们练腿其实是非常有用的 我现在用的是我自己的品牌的主力带 但是呢,已经卖光了 市面上呢,其实也有很多选择 好,现在屈膝 脚相碰不分离 打开膝盖 头可以放下来 把注意力都放在大腿和臀上 好,现在平躺过来 做臀桥 双脚靠近一些 抬起臀后 打开膝盖 收起 再放下臀部 小冰箱 同样呢也可以用一根阻力带去加大强度 当然当你打卡这个运动几遍之后 这个运动可能对你来说就会慢慢变得简单了 OK向上抬起双腿 直着向两边打开合起 打开合起 每次合起来换一边腿在前面 OK现在来到耙姿 把一边的腿向侧面伸出去 伸直抬起放下 背部和地面始终保持水平 腿抬到你能抬起的极限 感受臀部跟大腿的发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OK换另一边 OK换另一边 坚持最后几个动作了我们可以的 感谢观看 现在站起来来到电子的右边 屈膝半蹲 右腿向后一步 脚尖点地 左腿膝盖不过脚尖 向左边一小步一小步的走 臀部向后顶 上半身前倾 不要弯腰拖背 换腿向右边走 注意背部要挺直前倾 臀是向上翘起的感觉 这时候你肯定可以感受到 腿跟臀都超级爽吧 好,现在来到侧公布 我和你们是镜像 所以你们弯曲你们的右膝盖 站起来收起腿 抬起膝盖 如果你还不能够一步到位的话呢 我们就做分解的 慢一点 起身 收腿 抬起 分开 公布 抬起 ok 换另一边腿 最后一分钟了 坚持 好 最后一个动作 深蹲 起身 侧抬腿 深蹲 抬另一边 深蹲时 膝盖指向第三 第四根脚趾头 并且不超过脚尖 背部始终保持挺直前倾 感觉大腿内侧有股隐形的 向外推的力量 不让你的膝盖内扣 加油 马上完成了 我们太棒了 ok 现在是不是感觉整条腿都热辣辣的 但是这个运动也是挺简单的吧 那么这一周呢 大家继续打卡上一个 臀部激活的运动 做完那个再做这一个 改善甲胯宽的运动 大家一起坚持跟着我们的 年底瘦腿挑战客表打卡 下一周会给大家带来一个 瘦大腿内侧跟改善腿型的运动 如果你喜欢这个运动 不要忘了点赞分享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们下期见吧 爱你们